大家好 现在给大家做的示范呢 画的是一只玩具的 不容的玩具小狗 我用的是自动铅笔画的草稿 用的纸呢是阿诗的 140磅的这种粗纹的纸 画线稿的时候呢 尽可能的画准确 需要花长一点的时间呢 也没有关系 因为如果等到上色之后 想要再修改的话呢 就会比较困难了 所以呢在上色之前的线稿 可以多花点时间修改一下 这样呢对最后的效果呢 是会比较好的 开始上色了 我选用了三种颜色 画这只布狗呢 我用的是沙普绿和温沙蓝 以及呢大红 用三种颜色来画的话呢 其实比较简单 这样子整个的画面呢 可以保持画面比较有一个整体性 我用绿色 我用绿色 沙普绿和温沙蓝呢 加大量的水 调成一个牛奶状 如果大家没有这两种的话呢 就尽可能选择的蓝色呢 是偏绿一点的 偏冷色一点的 然后把头部 先用清水 完全的丝润一遍 再用调好的绿色和蓝色的混合液 在边缘部分呢 逐渐的上色 就做到边缘部分上色 然后中间呢 是淡色 头部上好之后呢 把身体部分 也是按照同样的顺序 用清水打湿 然后再把这个绿色和蓝色的混合液 从边缘部分涂上去 尽可能呢 做到均匀 在周围的边上 画的均匀一些 接下来呢 画这两只小腿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先打湿 两只小手呢 也一样 不过我这里呢 我把笔呢 用纸巾打湿之后 做了一个提亮 就 把浅色的部分呢 提出来了 之后 等到 所有的上色 完全完全干了之后 我们又把同样的过程呢 再重复一遍 我这里呢 用清水 把身体部分呢 又打湿 然后再把相同的颜料 好 因为我之前呢 是调了比较多 中间它可能会有蒸发一点 所以呢 它的颜色呢 相对来说呢 就会比较的 深色一点 那正好 这样可以刻画这个身体的一种 立体感 就画在身体的这个边缘 然后现在是画腿部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先打湿 然后在边缘部分 加上 绿色跟蓝色的混合液 手部也是一样 先打湿 然后在边缘部分 加上混合色 这只手呢 也是同样的 先打湿 然后在边缘部分 涂上 这个蓝色绿色的混合液 现在呢 同样是用这种方法 把头部用清水打湿 然后再把这个混合液 均匀的涂上去 涂在这个周围 然后它会自行的扩散 形成很好的一种 渐变的效果 紧接着我用红色和蓝色 基本上就是用笔中的水 就不另外再加水了 来混合 就会形成一个比较深的纸 用这个纸呢 来给嘴巴 鼻子 画上颜色 紧接着 我在下面的小气球 也是用清水先打湿 然后上红色和蓝色 两支气球 现在画耳朵 耳朵部分呢 我用的是深紫色 深紫色呢 是用红色和蓝色 加少量的水 混合 也是用同样的湿画法 先把耳朵部分用清水打湿 然后再把这调好的紫色 沿着边缘 画然后中间 逐步的增加颜色 然后逐步的加深 衬湿的时候 逐步的加深 这也是湿画法 在周围和中间 暗部 用红色和蓝色的混合色 在衬湿的时候 在衬湿的时候 加入 然后把气球的边缘 用这个深的紫色 勾勒一下 在手臂和身体接触的地方呢 稍微的 稍微的 用含一点点 红色 混合一点点 之前的蓝绿色 轻轻的在边缘 制造一些阴影的部分 记住哦 只要一点点的红色就可以了 因为红色和蓝色和绿色 结合起来呢 因为这个对比色 会比较相对来说 可以显示出阴影的暗色部分 轻轻的在边缘部分 打湿 然后再加上一些混合液 制造阴影的效果 好 现在身体部分做好了 之后呢 来到头部 还是用同样的方法 用清水 把边缘 头部的边缘呢 打湿 然后再用少量的 红色和蓝绿色混合的液体呢 在边缘部分 制造阴影的效果 这样呢 打造一个立体的感觉 紧接着 我们要画脖子上的这个 细的这个蝴蝶结 蝴蝶结的颜色呢 是用绿色和紫色 错了 用绿色和红色 混成的 棕色 基本上呢 是不用加太多水 让它混成一个棕色 给蝴蝶结呢 画上条纹 然后换一支小笔 把蓝色和红色 混合成一个紫色 来加深它的阴影 提现立体感 手臂和身体的部分 也稍微的加深一点 然后就是勾画一些细节 好 这幅画就画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制作的视频 请点击下面的订阅按钮 这样呢 你就不会错过我 不定时的发布的水彩教程了 谢谢